到以哈之战这个平安夜不平静 因为以色列在平安夜继续的攻击袈裟 而其中就在中部的麦加奇 难民营遭到了空袭 最少有70人因此死亡 而张火笼罩下的民众面对遥遥无期的停火 将多场的庆祝活动改为了呼吁停火 祈祷平安 期盼和平的活动 而在耶稣出圣地的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 近年没有圣诞装饰 也没有任何普世欢腾的氛围 平安夜 以色列未有因此而放缓对加沙的攻势 坦克继续不断发炮 攻击加沙的目标 在接壤加沙的边境 有大批军车巡逻 另外有多辆坦克部署 准备支援前线的战斗 而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以军一个旅继续倾缴哈马斯武装分子 中部麦加奇难民营遭到以军空袭 空袭过后 居民在断圆拜瓦中试图捡回一些有用的物品 从北部杰巴利耶 至南部的汉尤尼斯及拉法 房屋及难民营都成为以军空袭的目标 空袭过后留下的大坑 及一位平地的房屋 新一轮冲突爆发两个半月以来 无间断地出现 不过有加沙民间表示 不会因此被吓倒 但他们已不断向南迁徙 却依然不断哀炸 实在令人气馁 一批日前被已军扣留的巴勒斯坦人 就获得十方 他们马上被送到医院治理 大部分人身体虚弱 需要打点滴 另一方面 以军发放新视频 表示在加沙北部 再发现一条深入地底的隧道 那里有多个房间 设备也比较完备 有浴室 洗手间 压缩机 饮水机 另外又发现一批弹药 以军指 隧道属于哈马斯的北部指挥部 设有实验室 用来生产武器 以及用作紧急指挥中心 领导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 有被杀的乙军士兵举行葬礼 大批亲友及同僚到场送别 军方表示 两个月的战斗 最少有155名乙军阵亡 但是过去的周末 便有15人丧生 是自10月27号展开地面进攻以来 伤亡最严重的一个周末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内阁会议 承认以色列在加沙战场上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坚持不会罢休 直至铲除哈马斯及救回所有被劫走的人质 总统赫尔佐格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呼吁国民团结一致 及承担其本身的责任 协助国家渡过难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